奇怪 為什麼披上披風之後 就忽然想到以前的 想到以前的那個吹台青有沒有 會嗎 吹雞眼 哪有 我覺得我很像小飛翔要飛走了 我想說忽然想要扭起來的感覺 扭練 但是又何耐 我的牙位超過90公分 對 真的 現在人都是但是又何耐對不對 但是 結果 我跟妳妳不要以為80公分 欸 妳看我長得很普通 沒有 妳長得很美 我跟妳身材很普通 我就快要80公分 真的 今天要不要這樣子殘忍一下 好啊 妳一定沒有 妳先量啦 妳一定沒有 妳看 我看妳那個小蠻腰應該 真的嗎 對啊 差很多啦 真的 摘不五十給自己量一下好不好 真的要量 或者是 最近廣告不是說 偶爾揉搂她的腰嗎 老公偶爾揉搂太太的腰 沒有 我現在開始一直在說小腹 妳不要 妳放心鬆量 不要作弊 這樣幾公分 這樣幾公分 六十 欸 六十五耶 六十五 差不多 好 那妳還可以再吃 不能啦 妳剛才節目前量起來是69 為什麼現在變65 妳一直說 不行 作弊 妳這樣作弊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健康 好啦 那妳咧 妳這樣做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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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自己不健康 然後有一個中方要怎麼樣 是啊 我都不用捏肚 來 我比洋品還誠實 77啦 好不好 不過我跟妳講 文玲老師身材很好 我 我跟妳講 我以前 妳比我高很多公分 我跟妳講 有一天 有想要看我 以前比10公斤的人 去我們的部落格留言 我一定 貢獻給 我十年前 比現在胖10公斤 然後 比較燥 比較燥 對 那妳要公開啊 好啊 下一次啦 好不好 下一次公開啦 好不好 我跟妳講現在的人最厲害就是 可以越少年 真的 然後呢 越活怎麼樣 把自己的體重管理 管理得更好 對 其實我也曾經經歷過 比較肥胖的那段時間 胖就 燥牢你知道嗎 然後燥牢不打緊 只是不好看 像 妳如果比較胖 妳的膝蓋關節會有問題 因為妳的身體承受太多的壓力 那個重量 對 或者是會有尿酸啊什麼的 所以妳如果代謝有問題 真的趕快吃超級食物 趕快多運動 改善一下 因為這些食物呢 都可以幫助我們呢 做好一個新陳代謝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希望大家 每天都有超人的體力 要怎麼樣來補充呢 除了剛才的溫沙拉 我覺得是很棒的 一道這個食材 然後我們的料理之外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下一道也很適合夏天 而且下一道妳可以吃到 一種 兩種 三種 四種 超級食物的 這麼多 火雞肉 妳要不要火雞肉 不要傷心 妳買雞胸肉 所以我剛才講過 妳不用說很自私的 一定要上面寫什麼 妳可以買她的兄弟姐妹 雞胸肉也可以 豆類 豆腐 豆腐 這是黃豆做的 這個是柳橙汁 柑橘類 所以妳也可以用檸檬取代 葡萄柚取代也可以 然後橄欖油 我們這一道菜會用到兩種橄欖油 為什麼像我們今天的這個 絕代雙膠要出現 對 我先把 因為我們肉要補得香香 所以我們先補那個肉 來跟大家說 為什麼用兩種橄欖油 好 要補那個肉要用什麼呢 要補因為高溫 就是用我們的皮膚 是的 比較大罐的這罐 好 來 因為它比較淡味 然後再來它可以耐高溫到230度以上 那我們現在把雞胸肉放下去 補得香香 好 才會好吃 好 其實橄欖油 在最近這幾年 這麼受到大家的重視跟肯定 最主要是說 發現在地中海那邊的人 他們有一種所謂的 地中海飲食文化 對 其實你看Superfood裡面 15個東西 都是地中海人在吃的 跟我們說的地中海飲食都是一樣 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它就是蔬果 堅果多一點 紅肉少一點 白肉多一點 你看我現在煮的火雞肉就是白肉 對 你看這個雞肉它會反白 這個白代表什麼 它的蛋白質 蛋白質加熱就會變倍 所以你看到雞肉 還有白色的魚像鯛魚 它煮下去 還有鮪魚煮下去會變倍 表示它的蛋白質非常高 所以我們要吃高蛋白的食物 是 好 好的油脂 很多人就說 現在就是在整身庫都油漬漬 又這樣肥漬漬的 還要再吃油嗎 你又叫我整個吃油 那我不是就要跟油 真跟他說謝謝再聯絡嗎 對 現在要少油 你不能不吃油 因為女生的皮膚沒有油 會乾 會撈 然後會黃 那你為什麼皮膚會有彈性 是因為有油 對 所以你現在要吃少油 可是要吃好油 那好油 你隨便在路人 有一個人說 什麼是最好的油 一定跟你說橄欖油 可是很可惜的台灣人 有我們2009年有一個報告 就是100個吃橄欖油的 95個都在吃調和橄欖油 調和橄欖油裡面 含橄欖油大概120%或5%而已 所以說裡面有放橄欖油 但是不是全部都是橄欖油 他給你放一瓶而已 對 所以身為品油師我都直接會講 你如果有預算 有概念 你就吃純的 100%的 對 你如果不算 還是說你真的沒有這個預算 你就去吃沙拉油 千萬不要花沙拉油三倍的價格 買調和橄欖油回價 對 橄欖油這樣而已 這裡都是沙拉油 這樣子就真的都被商人賺錢賺走了 對 我們今天這一道菜呢 有兩種橄欖油要交換使用 現在我倒的這個是加熱專用的 叫做Pure等級的橄欖油 是 它淡淡的綠色 然後可以耐高溫到230度 那待會兒我還要做一個拌的動作 我們就用Extra Virgin等級的橄欖油 它有濃濃的果香味 然後比較濃郁 有沒有 對 這樣 橄欖這道菜 兩個比一下 這一道菜會用這兩種油 所以一個顏色比較深對不對 對 那顏色代表它的味道 我們讓一個紙這樣子比一下 會不會看更清楚 有沒有 有沒有 像這一個 這一個是Extra Virgin很濃 因為它是橄欖摘下來 24小時之內炸油封灌 那它味道很濃 你千萬不要拿來加熱 養分也很高 也不要加熱就拿來拌 隔壁這一個淡綠色的呢 它經過脫油煙處理 所以它變得比較淡 味道比較淡 然後可以耐高溫到230度 所以一定要熱炒熱炸都用這罐 好 所以其實呢 你要這個全方位的一些概念 讓這個油的一個感覺呢 可以實實的來出現在 我們的一個食材裡頭 要懂得運用它之外呢 也要懂得挑選 是 好 我們接下來 放了這個綠蔥 放下去 好漂亮喔 對 讓它變成蔥油嘛 然後這個雞 我也要講一下 有一些什麼小孩 小女孩啊 吃雞肉啊 吃到提早發育 因為以前的雞呢 要養半年 才可以拿起來殺 那現在的雞農 為了賺錢 養三個禮拜 因為要注荷爾蒙 好 那這個荷爾蒙 我就跟剛才那個燙青菜一樣 如果它是水溶性的 你要靠多喝水代謝出來 如果它是油溶性 你就要靠好的油把它代謝出來 好 好了 OK 然後我們把它淋在雞肉上 直接就上在豆腐嘛 對 對 淋在豆腐 我說不對 淋在豆腐上 然後它是沒有鹹度對不對 對 我們加一點點的柴魚醬油 漂亮喔 然後一般都會加醋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把Superfood的柳橙汁 加進來 增加它的酸度 然後因為柳橙的皮呢 其實是最多養分的 我們也不要浪費 你可以撒一點點柳橙皮上去 這樣顏色也變美了 對 而且有一個香氣 然後我們的Extra Virgin 像我們台灣人淋那個香油的道理 是一樣 淋一點點 因為Pure在加熱的過程 養分會稍微流失 味道也會流失 對 所以你黑白就要有這個Extra Virgin 提香的作用 這樣就完成一道了 雞肉 豆腐 這樣感覺就好有那個和風的感受 而且你這個就不知不覺 又吃了四個Superfood進去 對 同時豆腐 這個火雞肉 豆類 對 然後我們的柳橙 對 還有橄欖油兩種你都吃到了 好 我們來看看喔 火雞肉絲豆腐 好 Extra Virgin兩大匙 然後豆腐一塊 火雞肉一百五十克 然後柳橙一顆 柴魚醬油三大匙 青蔥絲一隻 好 我們來麻煩一下文玲老師 好 你會把我們破壞 沒關係 我們大家已經巡禮過了 好 OK 然後這個有豆腐 有雞肉 然後一點點柳橙給你 然後它的醬 最主要是要過著那個醬汁對不對 對 然後裡面有橄欖油 有柳橙汁 所以你就可以現在你又 你又吃了四個Superfood進去了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 你好Super喔 對啊 等一下那個那個 但是你如果背走我不會懷疑 對懷疑 真的會非常天的 不會懷疑 所以你吃進去的是 剛好又把那個柳橙的味道 也放進來了 對 最主要你吃到了 雞肉的蛋白質 橄欖油的抗氧化的橄欖多酚 還有柳橙的維他命C 對不對 然後豆腐 女生最需要豆腐的一黃桶 對不對 那這麼厲害 我就Super了 你怎麼這麼Super這樣 就Super了 真的很棒耶 而且啊 我覺得媽媽你知道這樣子處理的時候 你都不用說怎麼樣 讓自己花費太多太多的時間 最主要我們常常在說 要吃到健康的時候 都會說那東西很難吃 那今天我這兩道菜 有讓你覺得很難下驗很難吃嗎 不會 你看我連這個醬汁有沒有 我都覺得 就是又好吃又Super又健康 對 所以大家要學起來 好今天為什麼我們要把主題 定在這個超級食物呢 事實上現在有太多太多的人 都沒有辦法管理好自己的一個健康 對 那我們來看看 事實上他們 這個曾經呢 這個報紙就大篇幅的報導說 常吃超級食物遠離代謝症候群 對 沒錯 你如果常常 很難吃吃吃吃 脖子酸酸的 有痛風 或者是有三高疾病 這個都是你的代謝出問題了 那你要除了多運動以外 你三餐就要選Super food來吃 是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這個食物裡頭呢 我們怎麼樣來再做一些任意的搭配 等一下下一段節目回來 好 我們繼續請我們的這個 神力女超人2號 Alan Woo Woo 繼續的為大家好好的設計 Super菜單 炒集一下囉 欸 你不能背欸 我只想要背 哈哈哈哈